可以说上海是这个地方最强的 没有比这个地方最强的 你看白鹤有哪一个像样的 一条像样的街都没有 一条像样的什么 一个像样的大一条的大型超市都没有的 我看旁边这条街还行 应该蛮热闹的 没有什么热闹 现在白鹤都是些老头老太 年轻人们都走掉了 都是去外地的 那么像这条街上是不是也是 也都是老头老太 年纪轻的没有的都是外地的 就是老百姓哪一个怨声载道 为什么呢 便宜的菜买不到 便宜的东西买不到 大的超市没有 小超市他们价钱也极高 也是高的 这里没有大超市的 没有 哪里有大超市 就算是一个年华超市 年华超市也是那个就是小超市 也是小的年华超市 小的 而且价钱买得很贵 没有一个正宗超市 以前还有一个电影院 电影院拆掉了 连着照照不去嘛 电影院不要拆掉 拆掉了 现在不是在搞什么 拆了几年了 有可能 六年了 电影院没人看的 所以他就拆掉了 有人看的 你会去看吗 阿爷 我们老人都是送后绝啊什么都要去看的 也会去看 看后绝 老人嘛 现在什么都 娱乐什么都没有的 你看 没有一个公园 没有好好老人活动的地方 你看有个那 走来走过来走过去 就是那边有几个东西 没有的 我看这里的老人好像都是坐在门口的 没有玩的地方 哪里去 对吧 那些早上嘛 公园有公园吗 公园里边锻炼锻炼 说的 都哪里去 哪里有公园 没有 哎呀 白后是一座毁城啊 上一次不是不是邓的嘛 人家不是写了一篇文章嘛 什么文章 青坡 上海市青坡区有一个最穷的地方 那就是白鹤 白鹤有一个毁城 你看西上海 做这么多房子 一个人都没有住的 都是鬼屠的 原来是要说 那个上海水 水茶琵琶石茶搬过来的嘛 后来 找了嘛 好的 这个房子也找了 人也不过来的 都封着 好大一大片房子 西上海 都是空着 空着 没人 所以人家称是一座毁城 没人的 而且最穷 可以说上海市 这个地方最穷的 没有比这个地方最穷 你说全上海白鹤最穷啊 那怎么不是最穷啊 你看哪里 这个好像不对 你看哪里有一座 好好的房子 哪里有一座 好好一点的房子 一座 抱着不是说了吗 一座 那个 怎么 笔墅 造了一座笔墅 买了十年 高高买完 高高买掉 买了十年 你看上海有什么发展呀 白鹤有什么发展 没什么发展 但是我想象 铜铃拉 金山这些地方 总有比白鹤还要穷的吧 不会穷 白鹤最穷哪里 然后就这种奖法 你看呀 连一个大一点的大型超市都没有的 都是小超市 而且价钱都买的贵 都是私人超市 嗯 那如果要到大超市 大卖场 要到其他镇区的人 啊 你到安庭 到清佛 安庭很热闹的 安庭很好的 安庭现在发展的很好的 安庭和你们一个天一个地 啊 嗯 差这么一点点地方你看呀 嗯 你现在像我 江苏城 花桥啊 什么那个地方 都比我们这里好 我走到花桥那边都是高楼大厂 你看这里有了 这里都是矮平房 矮都是矮平房 那个高高低低的 没有一条向阳的街 那阿姨你平时在家就玩玩手机啊 玩什么 公园没有什么没有 那你要外面走走的 我走过来到马路上去走 马路上的车子很多 也小区 走了一个小时高高回来 菜买了没有了 菜买了没有了 菜没有 菜老头去买 老头去买 去买一点便宜的 刚刚过去都冲走了 像强盗一样的 一步中买 稍微摆出来就冲掉了 那是个老头老太太 老婆老太太 看上去真是个人 投啊 拿了个男子投啊 投的船啊 像这些老头老太太 也是挺不容易的 不容易 他们都七十多岁的人来都走 他们退休工资也不高的 农保对吧 农保一千三百多呀 摆摆他稍微赚一点 他们说不摆他 就是一千三百多开交 他们说 一个月十几次肉 还要算算好了 一个次肉了 对还要精打细算 你看上面说的 退休工资都好 生活好都不得了 你看 你看白鹤的 那些的老婆婆老毛 像我们有退休工资还好 他们这个农保 你看 又不是说 你工资的 菜价钱 没得给你便宜一点 他们跟工资高的一样的价钱呀 嗯 对吧 你退休工资高了 我也不高四千多一点 哦 你以前是上班的 是商业上的 企业的 那比他们稍微好一点 比他们稍微好一点 对 对